对于象象娃来说 儿时的记忆总是最美妙的 因为在农村成长的它们 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到大自然 体会到很多城里娃 不曾感受到的乐趣 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的农村 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很多小生物在当时很普遍 可如今却已经再难见到 就比如萤火虫 萤火虫在当代人眼里 已经被赋予了童话色彩 城市里的孩子们 现在也只能通过动画和书本看到 但是对于早年的农村娃来说 这种生物却是夏夜里最为常见的 可如今别说城里娃 就连农村的孩子 也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 在一些环境比较好的山区 有时也只能看到两三只 这到底是为啥呢 萤火虫早年由于成群的出现 常被农民误认为是害虫 在农作物生长期间 常常被误杀 其实萤火虫是一种异虫 它的主要食物来源正是装甲的害虫 很可惜的是 早年很多人都并不了解这点 农村地区很多野外的自然生物 对于环境的要求都很高 尤其是萤火虫 对于周边环境的空气 水质都非常挑剔 可以说有萤火虫 大量出没的地方 环境污染也相对较少 七八十年代的农村 大多数都处于未开发的状态 也没有过多的工业介入 因此很多地方的空气和水质 都没有被污染 也吸引了成群萤火虫来安家 从某方面来说 萤火虫的存在 其实起到了环境检测的作用 而如今的现状 大家也看到了 太多的农村被城镇化 水质空气都大不如前 萤火虫也就渐渐的稀少了 物以稀为贵 随着萤火虫 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 人们反而对它倍加珍惜 由于它能够在夜里散发出光芒 就具有了一定的观赏价值 也被一些商人 从中看出了伤心 这些年来 很多公园打着浪漫的主题 四处捕捉萤火虫开展览 吸引游客买门票前来观赏 而这些被人抓捕的萤火虫 在被集中运到展览馆的时候 往往生活不了多久就会死亡 如今在一些网络销售渠道里 甚至还有人公然贩卖萤火虫 而这些萤火虫 大多都是野外捕捉而来的 卖的价格还不低 尽管商家表示 这些都是养殖出来的 但根据专家介绍 目前为止 萤火虫并没有成熟的养殖条件 因而网络上的那些萤火虫 其实都是商家 打着养殖的幌子满天过海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 人们在未来几年 或许再也见不到活的萤火虫了 相信这个局面 也不是大家想看到的 想要解决 就只能从爱物环境 和理智人工展览开始